大家好,欢迎回到NHK广东话军事频道 节目下,军武器言,你节目主持Larry 我这一节不是世界防御消息 这一节是军武专辑,主要是比较反栏飞弹 究竟有什么反栏飞弹,甚至乎载具 事实上对美国航母产生巨大威胁 相信每一节讲起,大家都会想起福特级 之前有海豹,海豹是做三次的 大家看到海豹一次比一次拖延 但anyway,它都做完了 现在等它到明年,2022年年尾,甚至到2023 是否真的如他所说,可以预期服役 当然全人类都在等待,这是超级战蓝 童小生聊天,他跟我们说 福特级将来装上升战级武器 包括激光系统,相当惊人 所以我们也会观察,福特级 是何时真正落碎可以服役的 但我们今天也会说一下 福特级的黑星究竟是什么呢? 即是说到航母杀手 我想大家依然都经常去猜度 开始之前,大家记得帮忙看广告 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和patreon会员频道 记得点赞,先赞,先赞 好的,赞完影片之后,我们就开始了 我们再说到航母杀手 我想很多人都会想 第一个你会想到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东风21D 这也是全球首款说自己能够击沉移移动海水目标 但他说的移动海水目标,大家都知道什么 尤其是大概在2000年中期左右 不停地测试 包括在戈壁沙漠上面 戈壁沙漠上面 当时他们有画到一个类似航母船 这样的地方 去估计如果用ASBM 就是我们所说的反航的弹道导弹攻击时 究竟会如何呢? 大家看到有两个弹坑 而白色的区域,大家都普遍相信 这是尼米茲级的航母甲板 所以这个经常给大家截图 这个就是东风21D 攻击船艦的图 当然从来都没见过 攻击一些移动船 一些片、一些照片 都是江湖传闻多 甚至说到去年,2020年8月26日 当时美国的空军 出动了这个眼镜蛇球 我们的RC-135S 出去偵察的话 我说偵察到了 就有四飞的飞弹 中国说有两飞 去击中南海移动船舶的目标 但anyway,都是没有片 亦没有照片 所以到现在 我们都未能证实 东风21D的威力在哪里 但当然我们今天 又想说另一个主角 大家应该都知道是谁 3M22 这个叫Zircon 这个Zircon 我们可以这样说 这个叫做高石 一个高枪竹飞弹 高石的枪竹飞弹 其实它的射程是一个迷 很多时候 射程到多少呢? 有些人就说 射程大概600公里 有些人就说 不是600公里 是600海里 600英里 也有人说 你发现射程的覆盖 真的很阔 但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因为高石合作的武器 也要观察它行走的路径 如果行走的路径是高的 即是上去 比较高一点的位置 大家都知道 高空之间空气比较稀薄 阻力比较少 所以用的燃料比较少 所以飞行的距离也比较长 所以我也相信 如果它最远的距离 大概1000公里 其实也不过分 这个你见到美军 即是很多不同的飞弹 都有这个情况 但当然 作为一个高超速的武器 如果可以射到1000公里 事实上是一枝非常优异的飞弹 我们估计 如果它要略海飞行 去进攻一些大型的军舰 射程应该大大缩远 我相信 只会靠近500至600公里左右 所以我们第一个估计 就是高超速的武器 最远的射程 我们当作大约是1000公里左右 这个武器 首先做了很多不同的测试 到了2019年 Test也不算做得特别純 但到了2020年的时候 终于经过了四五次的测试后 发觉都应该可以完备 装上只要有3S14 垂直发射单元的船 就可以发射了 如果我们说 一些旧船艦 就可能没有了 例如核动力 比特大帝好一些 要装3M22 就可能要久一点 但是新型的船 例如我们说 22350 这个系列 一个俄罗斯现代化之后的 护卫艦 5,000噸以下 但是很好用 这个系列 会有些似中国的052 接下来将它放大 就变成055 所以这个是2230M 凡俄罗斯听到M字 你就知道是一个改进版 改进版之后 灯位应该会去到 9,000噸 相当夸张 它扩大了一倍 所以你看到 052D和05的关系都很接近 但anyway 说到现在这个船 其实能够成功发射 用垂直发射系统 去发射这支高超音速武器 所以这个威力 我们要观察到 都应该飞动小鹤 因为它本身的音速 是8-9倍的音速 绝对符合我们说的 高超音速武器这个概念 当然 永远都是以快得防 就是我们经常说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既然它够快 究竟它可不可以突穿 就是我们说 美国的防御网 大家都知道 我们说到航母 航母当然要突穿它 就不仅是一架航母船 附近只有打击群 打击群和以往冷战的食物 但是战斗群事实上 亦真的有点分别 以往我读书的时候 看见美国的航母舰 全部都叫战斗群 战斗群 事实上 艦队的威力很强 只是水底的潜艇 都可能有两手 然后你会看到 有两手太后多罗加 有时有一手 接着有三、四手 这个是阿里巴尔级 还有一两手太里级 或者我们叫佩里级 阿里巴尔级 那时还会在内围之内 还有部级船 那些 所以你看到 战斗群 每有9到10艘船 都不太奇怪 现在一齊重拣 苏联海军了之后 你会发觉 有时跟着航母舰 只有两艘船 例如一次就是 提供多诺加级长羊船,再加一至两艘阿里巴拉级 水底潜艇只剩一只,配置大概是这样 从简的情况下,突防会比以往容易 理律上有鹰眼长期,大概在500公里范围内看着整个防空圈 但问题是来自于飞弹,因为飞弹的突防实在太快 它的音速,即是8-9的音速 理论上,如果由1000公里打过来,你的反应时间大概是8-9分钟左右 当然,你要进入到它的探側圈,大概只剩4-5分钟 这4-5分钟,你能够detect到飞弹 还有些小小细节,就是你发觉鹰眼 其实它不是半主动的雷达,也是机械式素援 所以理论上,它update的资讯也要有些时间 所以它理论上,都会被高潜中突防这种巧妙 所以追踪远追踪,接着reaction time 要放上附近的神盾驱逐艦,将它拦截 固然要发动飞弹飞弹,将它拦截 所以在这些位置,你发觉时间是一分一秒过去 理论上,我们说到神盾驱逐艦 它们要去拦截飞弹,最短最短的时间 reaction time 大约8-10秒左右 从追踪锁定,然后发射,然后攻击 所以大约8-10秒,所以你看到分分钟都是钱 即是打到入浴后,如果到时未能够快速 找到一支弹引起针来锁定攻击 其实危险性就预伤尚 当然,我们现在一切假设都讲到 如果当时的攻击是来自於遠方 来自于遠方,大概1,000公里以外开始发射 然後進入到鷹眼探測到的大概500公里範圍現內 大概有4-5分鐘時間做Reaction Time 雖然聽起來都很敏 但未免不要太少美國的航空母艦戰鬥群的防空能力 當然如果我們這樣說 如果它貼海飛的時候 當然要找到它的機會又會再低一點 貼海飛固然不可以去到1000公里發射 真的要再近一點 再近一點內圈的話 水面艦就有危險了 所以我們說到22350 即這架5000噸級左右的航空艦 敢不敢這麼近? 即是和平時代固然這樣 但正常這麼靠近航空母艦 所以我們都會有懷疑 說到最後這枝飛彈固然厲害 但也要看看載具的威力如何 所以我個人認為 對於河寶殺手來說 它的威力就不再明顯 它的威力就再暗 有什麼意思呢? 因為俄羅斯繼承了前蘇聯的海軍遺產 其實他們將大部分資源 投放在潛艇上 在潛艇上我們會觀察 現在他們最新的一星級 即我們叫阿森級 這個攻擊潛艇其實也獲得美軍一致讚賞 它現在的淨音的分貝 固然沒有去到海狼級那麼厲害 海狼級大概是95至96分貝 其實海洋的分貝 背景的雜音大概是90 但有些地方比較靜點 例如大西洋可能比較靜點 太平洋某些地方可能比較靜點 所以要聆聽的時候 就靠升級探測員的經驗 但我們也要說回 其實現在你看到以前的基樂級 大幅改善了他們的噪音的時候 其實去到現在的阿森級 甚至最新的手叫阿森M 再小一點 所以某程度上有機會 令到它的核組件 即發動機的組件那邊 可能會再靜點 現在的淨音沒有一個水平 或者沒有一個實數出來 但我們相信 開始貼近維珍利亞級 我估計 它大概是非常貼近100分貝 可能是102、103、104 但會不會去到110呢? 我相信就不會了 這個級別比中國的級別 起碼高一個級別以上 所以這種潛艇也是大洋的殺手 應該這樣說 如果我們傳統的阿森M級 其實它現在都加裝了一些對陸攻擊的目標 所以如果你遇上它也挺麻煩的 它如來就絕對會有的了 但它現在也裝了一些對陸攻擊的飛彈 對陸攻擊飛彈很簡單 3M54 大家知道它是口徑的飛彈 口徑飛彈甚至乎現在裝備了一個增程型 以往攻擊1,500公里 現在增程型去到3倍 4,500公里 你說吵吹的 這麼厲害 它可能裝了一些增程火箭 Anyway它也是屬於阿隱作攻擊 這個遠還遠 始終如果你有一定數目的傳感器 去探測它也不是太可怕 但如果我們說到高車速武器 事實上真的能夠裝備到這艘船上 當然現在未必知道它會不會裝幾多 高車速武器的高石飛彈上去 Anyway它也是非常可怕 因為問題是 潛艇始終不同水面 它在大洋深處潛 潛了久之後 你根本找不到它 尤其是你看到我們說 它在大西洋的海裡 其實你也很難找到它出來 我們也有說 在大西洋裡面 有一個叫做Gilk的空隙 包括格陵蘭、丁島和英國附近的水域 有兩個中間的海峽穿出去 基本上會突入美國在大西洋東岸的水域 所以對美國帶來一個很大的危機 這個Gilk的戰略缺口 我有機會和大家做一做 但是說回來 其實如果用潛艇突防 固然可以賣到航母身 就要觀察就是 航母艦戰鬥群、打擊群 它的反潛能力做到哪裡 所以孤狼戰術深入附近 有時一百次也有一次被你偷測 所以這些玩法是很恐怖的 突然間它浮上來 或者不浮上來當然也可以 這樣攻擊 你說它是否真的?是否吹水? 現在究竟它是否真的 已經裝備了這架潛艇? 之前獨多在今年9月10月左右 其實也有試射到 深入陰級時試射到這枝飛彈 試射到兩枝飛彈 一枝水面射,一枝水底射 水面射就告訴你 水面當然沒問題 但水底射才見真章 大概在水底40米左右 通常都是這樣的發射 發射就是這枝飛彈 當然上水就是點火 然後攻擊遠處某個目標的情況 所以我們都能夠相信 如果你用到潛艇的攻擊航母 當然我們以前的手段 就會用魚雷 但如果你現在發覺 它也可以用到高石 高石音速飛彈的話 它就不用像以往的傳統 就要去到很近 即是可能去到3、50公里 才開始攻擊你這架海母艦戰鬥群 這樣會讓對方的潛艇容易找到你出來 但現在不是的 現在我在大概 例如你說鷹眼在500公里範圍內 你就厲害了 我就特意潛到大概在500公里範圍內 例如3至500米這個位置 然後就發射這枝飛彈 發射這枝飛彈的時候 當然接著就可以攻擊了 上水點火攻擊 其實可能埋到艦的時間 就只剩下短短的2至3分鐘 甚至貼海飛行 因為它已經不需要再犧牲射程的問題 射程絕對無論是貼到多低飛 其實當時高速的突防 只剩下2分鐘 還要這麼貼海 就更加難找的時候 可能你一個不覺意就會出事 尤其是對方出動到飽和攻擊的時候 到時你不要說航母是不害怕的 還有我們也說過 現在很多時的打擊群 航母的艦艦也不算多 所以防飛彈不算多 所以七錘八扣之下 有時用這招去偷雞 也不可以說它沒有機會 當然又回到老話題 就是你怎樣發現航母艦 說到中國那邊 其實要發現航母艦 事實是比較困難的 因為它們沒有一些大型偵察機 沒有一些大型無人機 例如我們這樣說 中國和俄羅斯同樣沒有一些大型無人機的偵察 例如全球鷹這種 甚至乎RK170、180這些都沒有 所以沒有這些手段 事實上要在一個忙忙大海裡找一個目標 事實是比較困難的 中國我就不敢說 因為中國真的沒有這樣的飛機 可以飛到這麼遠 但如果你說到俄羅斯就不是那一句 因為俄羅斯雖然沒有大型偵察機 但它有一架大型轟炸機 這架戰略轟炸機就是屠九五 屠九五大家都知道它的歷史 老實屠九五 它真的可以在一個很遠的行程 相當省有的情況下 它可以在大洋之間飛行 去找海削目標 老實當年我們說到冷戰的時候 就是靠屠九五在海上找航母艦出來 然後轟炸它而已 所以屠九五和美國的航母艦 可以這麼說 例如這一艘技術普 其實它們是老對手 以往也試過在航母上附近飛過 所以也挺害怕 大家都習慣了這個做法 但現在原來屠九五就不是用來攻擊海母艦 當然也可以 但我們看到生船率很低 反而利用屠九五和空中載具去搜索海面 所以它不一定要去到航母艦很近 只要它搜索到有航母艦的時候 它就能夠feedback回給後方 然後導引 即一會我們說 這個潛艇進行這個攻擊 所以你要這麼看 俄羅斯盛載就是這個大型飛機 空中的平台能夠偵測到航母 而實時匯報的時候 就可以讓潛艇進行這個攻擊 Sircon到時發揮威力 攻擊美國航母 突防大概三至四分鐘的時間 考驗了 真是很考驗 航空母艦打擊群內 防空的能力、反艦、反艦的能力 究竟到時可以怎樣做 反過來問我 美軍又可以怎樣去幫忙 當然第一個可以派P8A 派P8A盡量抓這些反潛人出來 另外我覺得一個有適合的改造 就是派MQ-25 接下來我都可以這樣說 MQ-25都會儲備在每一個海軍 即是我們的航母纜上面 所以它是否可以加裝一些 懲監精的設施 例如充當小型的反潛機 即是理論上它都有些內艙位 可不可以釋放這些空間 讓我們說海上浮標 升立浮標去嘗試找潛艇出來 也有機會儘量把這個 在海上出現的潛艇殺手 而航母殺手的威力儘量減低 亦令到MQ-25 即是我們掌握 除了空中家浴之外 其實都好 倒不如做多些高價值的戰力目標 例如我們說程監精的情況 程監精最好做海上訊落機 甚至乎可以有些反潛作用 它的角色便完美了 當然我們今天這一節時間不足夠 所以我們說不出其他話題 包括阿森或阿森M型 這個潛艇究竟有多優異呢? 它現在究竟在俄羅斯的作用去到哪裏呢? 如果大家有興趣 即是我們的潛艇系列 我也有興趣把俄羅斯這個系列說一次 因為俄羅斯的潛艇事實上 你考慮的話 你又真的會驚嘆一個這麼少資源的民族 即是他們可以做到這麼優秀的潛艇出來 去做一個戰略平衡 所以我也很欣賞俄羅斯人有一份這樣的頭腦 所以如果大家喜歡記得可以加一 另外剛才我們說到一個叫做Gulk的東西 即是說包括在大西洋裏面 俄羅斯和美國究竟他們如何在海下爭奪他們的話語權 俄羅斯永遠去做突防的時候 英國固然是一個難路苦 但其實丁島和格力蘭那幾個戰略水道 往往是俄羅斯突出的要點 如果說到GIUK 即是我們說Greinland Iseland和United Kingdom 究竟這個戰略價值是多少呢? 如果大家想聽 我們材料都有的 可以做一集給大家聽 這個就要加2 所以加1就是聽俄羅斯潛艇 加2就是聽Gulk戰略水道的價值 即是看大家 當然大家什麼都不加就算了 我們下一個時間做其他世界發財消息的情況 這一節就是我們說到 其實有時我們不要說東風17到東風21D 其實某程度上最強的寒寶殺手 可能就是我們現在發現的阿森級 再配上Sircon 告石備品 大家記得幫忙看看廣告 另外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另外亦有Patreon會員頻道 40元不用 但你會支持到我們對廣東話軍事頻道的堅持 另外亦可以課金包括恒生銀行 Payme、轉速快 我們亦開通了PayPal帳 大家亦可以課金支持一下 我們對廣東話堅持的朋友 另外大家多點留言、LIKE和SHARE 記得LIKE我們這條影片 因為你LIKE我們這條影片是很重要的 令到我們的訂閱數有機會上升 以及多點香港人或者說廣東話的朋友 認識我們 好,我們節目主持Larry 我們在其他的世界負責消息中 再和大家再見 拜拜